午安 您好 欢迎收看涨跌密码 我是陈明君 台北股市今天中场是上涨了50点 说在12,918点 成交量是1,742亿 键盘是如何分析 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是大与国际投顾的张宇明分析师 老师好 明君好 投资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陈奕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键盘面上怎么做观察呢 先来请教张宇明分析师 好的 昨天看美国股市的 不是美国股市的 美国总统的开票 说真的 看了很久的节目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节目能够做一个结论 川普一定赢 拜登一定赢 没有 反正都是模棱两可 他们都可以来当股市分析师的 反正谁对 谁上选都对 所以看完之后实在是蛮灰心的 不想看的 谁当选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没有结论 但是台股目前的格局我想是让很多人伤心的 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 今年2020年是历史上最难操作的一年 说真的也没有讲错 为什么 因为今年的格局 把三个格局都跑了一遍 好 那我们说股市有三种形态 一个叫涨市 一个叫跌市 一个叫盘整 今年刚好把这三个形态全部都跑了一遍 那跑了一遍之后你会发现全市场都倒了 高手一样都倒了 基金操办人都倒了 国安基金什么基金都倒了一塌糊涂 我们的劳退基金只有一份 几乎把一整年的钱赚的钱全部都赔光了 所以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说 今年真的是非常非常难操作 我们说把三个形态盘涨跌都走完了一遍 好 那我们看一下今年的形态 农历年封关 高点 然后开始新春开盘就中错了 跌了3700点 所以第一段走什么 第一段走跌市 第二段从3月19号开始涨 8500点 涨到13000 这一段涨涨市 涨超过50% 也就是说今年如果你在这段没有赚到钱 你今年要赚钱就没有机会了 接下来就迈入了将近四个月的整理期间 已经整理很久了 好 那门阵整理是非常难操作的 说真的这个也不好操作 这一段呢 这一段是等解套 不是吧 很多人根本到现在都可能还没有解套 那这一段就不用讲 这一段是最难操作的 这一段是没有操作 因为套脑都不管 很多人根本就不理它了 所以我们这三段行情走完 把今年都快要走完了 那很多人是完全没办法赚到钱了 来 所以我们这今年很多人只有爽了四个月 那四个月也是含着眼泪带着微笑 为什么 新春一开盘就跌三千七百点了 那反弹上来在等解套啊 那等解套会不会很开心 好像会又好像不会 因为你还是赔钱啊 可是你赔的进了慢慢就减少 好像有点开心 所以看它涨的时候 含着眼泪带着微笑 眼睛含着眼泪 因为还在滴血嘛 但是又带着微笑 好像赔少一点 所以我们今年的行情是让很多人真的很痛苦 所以我们说很多人可能只爽了四个月 其他都在套老痛苦当中 最近也是一样 这四个月也是痛苦了 跌涨盘 就这样而已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状况 你看今年的状况 可以说把很多高手都打败了 好 那我们看过年那一段 还记得吗 这件事新春一开盘就跌快700点 694 过年前如果你没有卖 那这段你是跑不掉的 将近3千700点 这段是很难跑掉的 那我们说过年前 其实股价几乎在最高点 那我们知道股价在高点 任何指标都不会转空 所以没有一个人喊卖 没有一个人喊空 那如果有反空 已经被嘎几个月了 一路空上来 空空空空 已经被嘎到空掉了 空空了 那在这里高点 把所有股票卖掉 所有多单卖掉 反手放空 而且资金全部把它空满了 全市场只有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我 没有第二个了 到现在为止没有第二个 绝对没有 有人说老是有两个 另外一个已经空一年了 空空吗 那不讲了 郑爱明你为什么新春开盘的时候 新春风关的时候 要把这个股票全部卖掉 这天是1月20号 2020年1月20 当时股价在高点 几乎最高点 你看股神系统 都快挂了 区域线 筹码线 动物线都快挂了 上档云出现两个卖出信号 所有叫我的客户 所有多单全部出现 其实那时候疫情都还没有来 我也不知道 可是股神系统出现 两个卖出信号 三线再临走了 所有在风关那一天 把所有的客户 多单全部出现 没有任何一张的多单 反手放空 绝对是真的 张爱明如果你有留多单 你的客户有留多单过年 当然留多单自己要留 那不干我的事 我早就叫你出了 那你要留 那你自己负责 张爱明的抠讯 给会员的讯息 绝对没有任何留多单的讯息 所有多单全部出现 而且反手空单全部空满 百分之百的空单全部下去 这就是我带客户的操作 当然新春一开盘来证明我是对的 对不对 这一段就694点 那接下来3600点 这一段是很多人都伤很重 因为这里跌破10年线 好 看到吗 所以这一段过程里面 从新春开盘到最低点 张爱明没有带任何一个客户 买进任何一档股票的多单 那如果有 没关系有你来找我 我负一切责任 我立刻离开荧光幕都不再上节目了 谁敢这样讲 没有人敢讲 因为我确实有做到 所以我敢讲 懂意思吗 就这一段 新春开盘 到这一天最低点3X19 张爱明如果带任何一个客户去买进 任何一档股票多单 没关系 你拿出来 我立刻离开荧光幕再不上节目了 这就是我的操作 没错 也没有赚很多 大盘就是这个格局 所以我不会去买多单 这3000点跌下去 你发现基本面没有用 冲碗没有用 技术面没有用 开盘办法没有用 破大你都没有用 任何指标软体完全都没有用 只有张爱明的股成系统有用 我们的客户也没有赚很多 但是非常的开心 为什么 因为全市场赔了一塌糊涂 他就算赚一块钱 他都觉得他很了不起 很多人资金100万剩不到30 那100还是100 100搞不好变150 他会不会很开心 他很开心 没有受伤没有套劳 对不对 会员 来 我们讲完这一段 接下来讲这一段 这一段涨了50% 4500点 那我们说很多人在等解套 为什么 你看高点在这里 对不对 就刚解套而已 不是吗 这不是刚解套而已吗 所以这几个月里面 很多人是含着眼泪带着微笑 在等解套 没有卖 来不及卖 对不对 在等解套 后面高点就是一个多月而已 那有些人到现在还没有解套 不是吗 好不好 这一段做了什么 大涨4500点 涨50%这一段 你做了什么 这段大涨涨50% 来 我当然做多 没错嘛 这99% 有没有很了不起 还好 但是这是我们应该赚的 这都有 这节目上都讲过了 我6月30号卖掉以后 再也没有碰高端利 高端利打回 几乎打回原点 这赚80% 你做三趟而已 这个赚52% 你发现都是胜技股 对不对 好 有没有 就这一段 接下来这一段 更难做 这一段是很多人 都完全被打败了 败得一塌糊涂 包含我们的政府的基金 包含全国的投信 全国的投信 你参加 你买基金就是投信在操盘 基金操盘还是操盘 统统赔了一塌糊涂 张爱明你乱讲了吧 这报纸登了哪是我乱讲 全台湾 前20名基金绩效 前半年 到了9月份全部 每一个都赔了 赔了一塌糊涂 这不是我 这表不是我做 这报纸登出来了 对不对 工商登出来了 好不好 基金看完看 我们政府的操盘的这些 劳退 这些基金 你看一下 这是等于是关股的 那你想想看这些劳退基金 退伍基金 我们每个都有份 主持人 明君有 我们摄影师有 导播有 你们都有 你每个要脚牢健保 顾主要帮你提播6% 对不对 那个都是我们的钱 加上我们退休 我们有这个劳保 退休金 那个都是我们的钱 那请问这些钱操作的怎么样 这边有写 11月3号工商登了 9月份亏损了749亿 重点是这里 三大政府基金 单月亏损将近9百亿 前八亿赚的钱 几乎都吐光了 看到了吗 好不好做 9月份好不好做 天哪 怎么会这么难做 10月份更难做 差不多啦 都差不多嘛 因为都在这里 就差不多啦 你看都在这里 这么小虎的空间 887点 这么小虎的空间 就这样震荡几下而已 所以赚的钱全部都吐光了 那都是我们的钱 然后退基金 退伍基金 那不是我们的钱吗 都是我们的钱 赚的钱都吐光了 一整年赚到钱几乎都吐光了 你看多可怕 基金赚不到钱 我们政府的老队退伏 我们那是我们的钱 那都是我们的钱 一样赚不到钱 赔了一屁股 好不好做 当然不好做 好做他们怎么会赔钱 但是我们由这些事情看到 很多人操盘他只会做顺风船 上涨他会做啦 反正上涨的时候 阿嬷阿狗都是股神 每个人都赚钱嘛 赚多赚少而已 每个都股神 一旦下跌一旦盘整 他一塌就跟晕船一样 有一次我要去金门坐船 那是我们当兵的时候 那是平板船 那个平板船波浪很大 我们船是有一个高低 就是这样的 我们以前坐的是平板船 那个波浪的天啊 那每个人在船上吐了一塌糊涂 臭死了 你就算没有吐你闻到别人吐 就想吐了 吐得乱七八糟 哇靠 就像这样 稍微一个家拉回 稍微一个盘整 大家都全部吐光了 赚了钱全部吐光了 可怜 哪一个赚钱 没有人赚钱 可怜 好不好 赚了一塌糊涂 政府也一样赚了一塌糊涂 赚了钱几乎都赚光了 八百九七 一整年赚了钱几乎都赚光了 所以我们做股票的目的 是要赚到钱心情好 对不对 你心情好 你身体就会好 你运势就会好 你心情好 你不会睡不着 你晚上怎么会睡不着 有人说老师 我做完股票 晚上都失眠 血压慢慢升高 好像有点忧郁症的倾向了 为什么忧郁症 越想越不甘心 压力越来越大 为什么压力变大 钱变少 压力就变大 你已经退休了 你又没有新的工作收入 新的来源 那你钱慢慢变少 你压力会变越来越大 我还要活20年 我怎么钱剩20万 我怎么活20年 你捡破烂吗 他就要去当管理员 那压力变大 我好像睡不着 所以很痛苦 所以我们希望什么 我希望说能够帮助很多的投资人 他可能只有一份死薪水 一个月领一次 他可能是一个退休人员 他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没有了 就靠他那种退休金要来存活 他希望什么 他每天都要花钱 今天买个家用品 要花钱 今天菜场买个肉要花钱 他只有出没有进 一般的上班职 一个月进一次 但是两三下就用光了 不到月底就用光了 很快就用光了 辛苦过日子 我们希望他什么 我们希望他常常会看到 有钱进来 今天进三万 明天要进五万 张艺民帮我赚了 后天要进个一万 不错 那我们心情是非常喜悦的 那我们赚了这一万块 老婆 我们去吃个碗瓶牛排 那他心情很好 这一万块是赚了 没有压力 不是吗 非常喜悦的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这样 当你有办法做到这样 你放心 你什么毛病都没有 什么高血压什么 都降低 因为你晚上睡得很好 心情很好 身情很好 自然身体就好 那你每天郁郁而终 你没听过这句话吗 你每天很难过很痛苦 压力很大 都生病了 不是吗 所以要让自己开心愉快 好不好 那当然股市要赚到钱 才会开心 你赔到钱你怎么会开心呢 对不对 好 张艺民真实的绩效 7月27到10月5号 今天 我带我的客户 这是普通会员 操作41笔 已经回补40笔了 最后一笔还没回补 好 在成本附近而已 40笔回补了 净利 108.95 净利就是赚的扣掉赔的 叫做净利 108.95 40笔 41笔 回补40笔了 这段期间 大概三个月 三个月多一点点 三个月是60个教育日 40笔 平均大概 对不对 60天40笔 大概三天就有两笔了 对不对 很开心 当回补的时候 钱赚进来了 哎哟 钱赚进来了 对不对 休息一天 哎哟 哎哟 钱赚进来了 那个心情非常好 不是吗 当每个月把钱放口袋那一天 我们的客户 当然把钱放口袋那一天 我跟客户都非常非常的开心 他说没有 三天 三个教育日 就会有两次 平均嘛 因为60几个教育日嘛 40笔嘛 不是嘛 60天40天 不是3比2吗 所以平均三天就有两次 把钱放在口袋 放口袋那一天 我跟我的客户都非常的喜悦 心情都非常的好 对不对 这是727到9 所有全部的操作 全市场现在没有一个人敢公布他所有绩效 绝对没有 如果有他可以当我的师兄弟 我现在很孤单 我说没有 公布一下 没有人要理我 没有人敢公布 只有张一鸣敢公布 我说敢公布都是我的师兄弟 跟我同辈的 当然要跟我比绩效 如果你比不一样 还是当我师弟 没有一个人敢公布 除了我 第一次了 赔了两笔 接下来就好像都找不到赔了 有两笔在成本 就是同价位卖出 有人说老师 成本卖出不是有手续会吗 不是有点税吗 你连那个几毛都要跟我计较 那我没办法 那你找别人 我会没赔钱 没有错 当然有税 哪一笔不用 你也是要税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到今天 除了这一笔 有没有 你发现 其中大概有35笔 这个除了这笔 每笔都赚 当然有平手两笔 你看会不会很开心 每笔都赚了 赚多赚少都没有关系 有时候赚六块 有时候赚两块 都没有关系 每笔 你参加我 你不可能做一笔 做一单吗 最少十张 十张呢 你看这个 五万五 四万七 八万六 都怎么样 当那个钱进来 我们可以做很多用途 非常的开心 把它存在银行也可以 放在枕头下 睡觉也爽 睡新台币 特别爽 对不对 先前很好 那股票操作就这样 不然不然 有人说老师 你为什么不敢爆一个波段 现在什么格局 震荡行情 震荡行情有波段吗 你连这个都不懂 你股市可能要讲很多学费 好不好 来 分析师最会让你吐口水 你就是什么 对的讲 错的不讲 张爱民刚刚已经把 所有的操作 全部都摊开了 没有一笔 遮起来的 能够做到这样 了不起 长的时候不用 长的每个都很厉害 盘整 赔了一塌糊涂了 连政府都赔了一塌糊涂 连基金都赔了一塌糊涂 说真的 分析师赔了一塌糊涂 也算正常 我们不要太苛求 他们又不是省 对不对 他们这样输也是正常 连政府基金都赚不到钱 连国内基金都赚不到钱 分析师怎么可能赚到钱 这个也是 没办法 好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分析师 会被人家吐口水 他就对了讲 错了不讲 对了讲了 头头是到好像赚了 好像全世界都赚到了 赔了都不讲 重点是赔了比赚了还要多 那惨了 但你这个赚的是假的 赚十块赔五十块 赚十块 我多厉害 多厉害 多厉害 赔五十块都不讲 吐口水 我们把他淡 对不对 没有人格了 对不对 为什么被他吐口水 就这样 好不好 不能做这种行为 是不能做的 好不好 赞民你会造假 任何一天 任何一笔 你放心 绝对不会 好不好 做破断做一笔 一笔一笔赚 有什么差别 做破断 什么格局 你要先搞清楚 现在盘整 你怎么做破断 不是吗 第二个高手操作 有说一笔一笔赚 赚的比下跌幅度还要大 张老师你说真的假的 证明给你看 星星有跌三十一%吗 我们赚三十一% 创委有跌四十一%吗 我们赚四十一% 你看这有跌四十一%吗 有吗 你有看到跌四十一%吗 没有啊 投资并要 不是吗 所以我们说 你如果是一个高手 有时候 有时候 你操作赚的钱 比下跌幅度还要大 懂意思吗 所以你先搞清楚 什么格局 盘整格局没有破断 就上下下 哪来破断 哪有破断 没有破断 所以你想要做破断 不是现在 时间点还没到 好不好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 做超法 好 那你要了解你的股票市场 操作的目的 你是要投资 还是要赚加差 如果你要投资 我跟你讲 我们国内有一档股票不错 它叫做台积电 大家都叫它 护国神山 它全世界最高科技所在 全世界最先进的战机 叫美国F35 它的晶片只有一家公司能做 那叫台积电 你懂我意思吗 每一个公司 每一个手机 都爱求台积电 几乎高档的 都爱求台积电代工 华为也没有台积电代工 手机晶片生产不出来 所以有人说 这个 华为的P40 MAT是末代手机 它没有晶片 它大陆也做不出来 美国抵制 台积电不敢接 华为单 所以想想看台积电多伟大 那如果你要投资 我跟你讲 一个不错的标的 它叫台积电 懂吗 你买了就不要理它了 放个三十年四十年 不错了 万一三十年四十年后 万一不对 万一不对 张爱民搞不好 已经不在人间了 你搞不好你也不在人间了 你四十年后 要来骂我也没有用 不是吗 投资本来就这样 你跟巴威特一样 买了可口可乐 报三十年 可以 有一天搞不好 你变台湾股神 对不对 那我相信你 你这样很难做到 那我们一般做什么 做加差 政府也鼓励我们当冲 不是吗 当冲 要不然给你减税干嘛 当冲现在税只有一半 不是吗 好你想想看 赚价差 那你要想清楚 你要怎么赚到价差 波段很难求 股市没有绝对 你把这个字记起来 波段很难求 股市无绝对 尤其在盘整格局 没有什么波段行前 所以能够真正赚到 不容易 非常非常困难 好不好 股市千变文化 你要赚哪里 没有绝对 不要商箱失手 很难 有时候股票变 闭值 好 价差为主 放口袋才是真的 所以我用红色的 你把钱放口袋才是真的 其他在那边鬼扯 没有用 懂意思吗 张一银超做40笔 41笔 把40笔钱放口袋 这叫真的 会员开心 我们也很开心 这才是真的 其他鬼扯 好不好 来 不知都空 口袋都空 明辩都空 赚钱轻松 绿豆一大堆 你干嘛赚要挑红豆 什么道理 你自己去想 怎么做对会员最有利 这事还是我思考的 我要做多做空 我要做破断 做短线 赚价差 这才是我思考 怎么样做 这案子能够赚到钱 那事实证明 我帮他们做到了 那我的想法 我的操作就是正确了 现在政府最近都操作乱七八糟 我们能够赚那么多算很不错 赚多赚少 没有遗憾 赔多赔少 都是遗憾 有没有道理 股市能够 赢家能够在长存 股市中长存 为什么 因为心中有个纪律在 这案子 操作一定有个纪律在 这个纪律叫什么 在这里 这是股权系统的 多空循环的道理 你不懂这个道理 你不可能操作的 好不好 来 趋势看懂 财务自然在那里 老师 财务怎么求 这股票是很难做 来送给你 趋势看懂 财务自然在那里 答案都告诉你 老师 股票这么难做 怎么赚到钱 趋势看懂 财务自然在那里 不是吗 好不好 投资人最大的危机 未来市场 你可能是赚不到钱的 你看现在的行情 就知道 投信都赚不到钱 好不好 来 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就把 时间先交给明君 好的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君 请张老师帮大家分析 欢迎回到涨跌密码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 这个行情能够 满面春风的人 真的不多 股票市场要怎么样 让自己开心快乐 做股票身体越来越健康 不要做完股票 一堆病都来了 为什么做完股票一堆病 很简单 你一定做输了 你做赢了怎么会有病 做输了压力大 钱变少 心情难过 晚上睡不着 睡不着就失眠 失眠血压就升高 胡思乱想 忧郁症就来了 那怎么会开心 所以股票市场 要就要做赢 不然你就不要做 做输了会有很多毛病 后遗症来 好 那我们做股票目的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赚到钱 那你赚到钱 得到一个副产品 就是心情好 心情好 身体自然好 运势自然好 你就很开心 很愉快 看到别人 展现笑容 这个人很好相处 吃饭 没关系 我来买个单 没多少钱 500块而已 很开心 真真实实的获利 7月27 到今天10月5号 这段是一个 很盘整的区间 非常难做 张爱民带客户 普通会员 超做40一笔 回补了40笔 一笔在成本附近 赚了钱 扣掉赔的 净利108 108 如果你10张 一次10张 一张你不会 俩跟我做 你自己做就好 10张就是108万 比任何基金 绩效都要好了 每天前放口袋那一天 我跟客户都非常的开心 这是我真心的一个感受 我相信 我们的客户都非常的愉快 因为他比较 那个赔那么多 那个赔那 王太太赔那 陈先生也赔那 哇 实际我赚到钱 非常开心 非常非常的愉快 好不好 要成为股市赢家 很简单 跟着赢家的脚步就可以 我们把时间交给明俊 好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室所推荐 分析制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应该独立判断 请不吝点赞組iri判击